大家好,我是文水,两天前我做了一个视频,我说中国政府你要真欺负台湾的话,你不要老做些小打小闹的这些动作,一会儿不让中国游客去台湾自由行,一会儿又不让台湾在这设置办公室,在那设置办公室,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没有切中要害这些事情,当时我就讲你要真厉害,真有本事,你就不要用台湾的芯片。 然后因为我那个视频,我觉得好像当时做的很匆忙,好像这个事情没有说清楚,我就再把话说的更清楚一点,用一点时间。 怎么说台湾它整个经济呢,它靠什么呢?主体它就靠这个出口,它出口的最核心的产品呢,就是芯片。 那么它这个芯片出口的最大的客户是谁呢?就是中国大陆,是吧? 就是去年的数据呢,台湾向中国大陆包括香港的出口呢,是1500亿美金左右,占台湾整体出口的40%左右,这个规模。 话,反过来讲就是什么呢?中国大陆是台湾的最核心的经济来源当中的最核心的产品的最大的最核心的客户。 话可以这么理解吧,对不对?那应该说是中国政府掌握了一个最有力的控制台湾的这样一个工具嘛,对不对? 你不要你的芯片,那你这芯片一出不了,出口不了大陆的话,你整个出口不就不行了吗? 出口不行的话,你的经济不就混乱了吗? 而到时候台湾不就会来求大陆吗?求中国政府,哎呀,赶紧要我们的芯片吧? 但是呢,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这么做吗?不这么做呢? 就是我刚才整个这种假设啊,它都是不成立的。 我讲到这吧,大家是不是还能想起那个去年啊,就是台积电不是,要不给那个华为做代工了吗? 在那几天,期限到了几天之前,华为派了一辆专辑啊,到台湾去。 不拉别的,不装别的,就装台积电的芯片。 大家能不能想起来? 也就是说,整体这个关系吧,非常清楚。 大陆中国政府他也明白,对吧? 你抵制什么,也不能抵制台湾的这些核心的高端的产品。 这个对中国政府太重要了,这个我想我就把这个话说清楚了,那天会儿没太说清楚。 然后呢,咱们再围绕这个话题吧,咱们再往深入讲一讲啊,就这些年吧,在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所谓的爱国群众啊,群情激昂啊,对不对? 动不动就抵制法国货,抵制美国货,抵制日本货,抵制韩国货。 对韩国货的这个抵制,我真是记忆犹新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看,韩国的手机在这个三星,在中国大陆市场风格快速下降。 然后就LG的手机呢,最后从中国大陆撤出来了,包括现代车,其他车卖得越来越少,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吧。 那么,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抵制了这么多这个货,那个货,但是从来也没有听说中国大陆说,我们要抵制台湾货。 好像这个话没听说过,是吧?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比如抵制台湾的这艺人啊,或者抵制台湾的什么,好像有什么咖啡吧,好像是我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没有说整体说,我们要抵制台湾货,没有这个话,没有这个话。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呃,当然,很多人都明白了,咱们再自己那个仔细去讲讲这个事啊。 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很多这些爱国群众吧,呃,他们需要学习,你要真爱国哈,加引号的,真爱国,你得有一定的这个知识水平,知识层次,对吧? 你才知道该抵制什么产品,呃,那你要抵制台湾货的话,你起码得知道什么这个,呃,tsmc,这个media tech,什么nvidia,amd,quartcom,对吧? 这些,ipo,你这些英文单词,你怎么都得懂吧?对,你得大致明白啊,他们跟这个台湾都是什么关系,你才能做到这一点,是不是? 但是呢,我想可能有些爱国群众,他就不知道,他可能想,我们周围哪有台湾货啊?我们才不用台湾货呢?对不对? 他可能,他可能是这么个,呃,认知水平吧?tsmc,没听说过,呃,可能大致是这么个认知水平吧? 所以他,他,他,他连台湾货在哪都不知道怎么抵制啊?这是,呃,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我想可能有些人,他是知道,呃,这个台湾货在哪了,但他就装作不知道,因为什么呢? 像我那天举那个例子,如果,芯片啊,或者说台湾的这些高科技产品都能够发光的话,那你一回家,你会发现,你家到处都是亮点,到处都是光,对不对? 对,你手机里面,你,你用苹果的手机,苹果的soc,是台积电代工,对吧?你用小米的这个,他里面的soc,有可能就是那个联发科的,对不对? 还有你的什么笔记本啊,可能里面的这个gpu,就是英伟达,然后是台积电代工的,等等吧? 这我就不多说了,你的汽车里面的芯片,比如说是什么NXP的,但他代工可能有可能是这个台积电,等等,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即便是你了解,即便是你想抵制,你就会发现,最让你有面子的,脸上有光的,什么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啊,汽车啊,等等,等等,等等,它里面都有很多的台湾的产品,那你怎么抵制? 你抵制完了,你这不,就你出去,骑自行车出去啊,是吧? 对不对,对吧,那你最后抵制完了,那你中国这个也退后多少年了? 当然还有一个选择了,就是你可以用韩国货,韩国货里面可能三星手机啊,什么现在的汽车可能用台湾的产品,我不敢说没有了,可能相对能少一点吧? 那用韩国货也不行,那更没面子了,这两年,人家那个萨德还在这儿,人家还没出去呢,对不对? 你这两年轰轰烈烈的抵制韩国货,抵制半天,你再反过来用这个韩国货,好像也不是那么一事啊,对不对? 那其他那些国家,欧美日,他们的很多产品,核心的芯片,都是台湾这边代工的嘛 这是我想第二个原因了,说的有点多 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他也明白 他也明白,他知道,他可以说,就是引导这个舆论啊,什么抵制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 但真正这个核心的部分,他从来也没说过,一句他都不敢说 说,现在台湾太不像话了,我们要抵制他 我们要那个抵制,有台湾零组件的所有的这些,就是电子产品,汽车 然后给列个清单,对不对?那个什么联想的笔记本电脑里面 有这个AMD的,比如说啊,有AMD的这个CPU 代工是那个台湾电代工的,那我们就不买联想的这个电脑了 什么小米等等等等,这我就不多说,大致这么个意思吧 所以呢,不敢这么说 很多事情呢,也只能就是不痛不痒的做 要想起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小时候吧 有这样的人啊,你看他挺厉害,非常厉害,说话都很硬气 你要敢这样那样对我们的话,你要小心了 对吧,你要怎么怎么样了,但他其实什么都不敢做 他唯一能做的呢,也不能说唯一吧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表面大话说多了 但什么不做吧,好像还面子上过不过去 怎么办呢?就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 偷偷把人家那个自行车那个轮胎气给人家放了 就基本的干出这样一点事吧 这就是我脑子里面的整体的这种想法,你知道吧 所以呢,那天做了那个视频以后,我看了很多朋友有些反馈吧 然后今天呢,接着做这么一集,把我内心的一些想法吧 再跟大家沟通一下,然后 内容就是说的更仔细一点吧 然后还有,那天我做了视频以后,我看到有些台湾朋友吧 他们就有些留言,就是对那些 就是说从台湾到大陆去的那些 一些芯片方面的技术人员吧 有些不满,说这些人怎么怎么怎么地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台湾人到了中国大陆去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产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反而会让这个中国政府更依赖这种 就是台湾的这些技术人才 他不能发展出自己的这个技术团队 对吧 而且这些技术人才 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技术专长 看起来还挺厉害 这里面一个核心的因素 就是因为有台湾的那样的产业环境 是吧 你没有了那个产业环境 是不是 你就算你是一个大厨师的 你说你做饭做的水平再好 什么过碗瓢盆都没有 或者是达不到你的那种标准 对吧 或者是食材达不到你那种标准 那你做出那个饭也照样不行 基本就是这样吧 所以中国政府它整个发展芯片产业的 这个思路就不对 你靠外在的这种人呢 就是说来弄 最终的结果 就是让你不断的产生这种依赖的心理 然后实质上的这种效果呢 总是落在别人后面 好 今天吧 就简单说这么多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